这是澳门的赌场 看起来很像是杀上的城堡 可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真的很像Winston 他的手指点到什么产业 什么产业就倒霉了 之前补教业被点到了 然后惨了 这一回点的又是什么呢 点到奶粉了 中国要没有牛奶喝了 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 买外国的牛奶 原因其实真的是来自于 中国自己的牛奶 真的中国人都不太信任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 要黑中国的意思 你看这是中国 你看澳洲 欧盟 美国跟中国 他们来比几件事 第一个比 菌落总数 就是你可以哦 ML里面有多少菌 这个数字叫百万级 你看澳洲的菌落总数 要小于十万 对不对 然后欧盟也小于十万 美国小于三十万 对我们来说已经蛮出招了 可是中国对于这个生乳里面的菌 它可以容忍到多少 两百万等级的菌落 所以中国其实它第一个 在对于生乳来说 它的菌落就已经不是很在意了 那这个菌落大家也勉勉强 反正你生乳会杀菌嘛 对不对 可是很多话 我们喝牛奶要干嘛 要蛋白质 可是中国对于生乳里面 蛋白质含量的标准 是全世界非常非常低的 你看哦 中国只要大于2.8%的蛋白质 就可以 简单讲100克牛奶 它2.8克蛋白质 它就过关了 可是你看美国要3.1克 欧盟要3.3克 澳洲要3.8克 换句话说 对中国的人来说 他其实知道 我们中国牛奶在消毒菌落方面 本来就比别人标准宽松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不够的时候 那你是中国人 你如果生了一个小孩 又一台话 你会怎么买牛奶 原来是这样子 当然跟国外买啊 我当然希望我的小朋友 多喝一点牛奶嘛 我们来看下一张 所以说你看现在中国 中国现在面临到 它的牛奶主要进口国有谁呢 第一个是欧盟 俄罗斯 美国 澳洲 纽西安 欧盟快要闹翻 我等一下会聊 结果呢 像我一个人买就是俄罗斯嘛 所以中国现在发生一个大问题 是内部牛奶真的不够 我们来看下一张 所以说其实中国我们一直觉得说 它受制于人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呢 有这个所谓的铁矿砂等等的 抱歉它连牛奶可能都受制于人 为什么 因为中国内部它有牛 可是中国内部它有牛 可是中国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它的土地大部分牧草地都被砍掉 去开发掉 第二件事情 中国有个问题是干净的水不够 你要卤牛 你不是随便喂就可以 你要非常干净的水 你要想想看中国光是卖农夫山泉矿泉水 可以卖到首富 就表示中国其实对于干净的水是很缺乏的 所以呢 当你第一件事情 你里面的牛奶产量 没有办法攻击自己内部的人 第二件事情 卖你牛奶的人全部跟你闹翻 请问中国会出什么怪招 中国的新华社发一篇文章 开始批评 现在大家都不喂母乳 都喂这个所谓的奶粉 然后呢就说 哎你们要多喂一下母乳啊 结果呢 这个东西一来的时候 哎奶粉一颗暴跌16%的股价 真的耶 因为它直接发 这新华社哦 你看手指到哪哪就倒霉 真的真的 大家都要烧一下麦粉 千万不要指到 这新华社直接说 中国生意率下降 配方奶销售给我上市 表示喂母奶状况差 妈妈才选择配方奶 意思是什么 何不食肉米 何不吃母奶 就没有配方奶 就吃母奶嘛 这就是专制国家 对于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离谱的状况 可是它又遇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件事情是 有的父母 他可能就是职业妇女 他不太可能 二十小时都喂母奶 他可能就是去给人家管 给爸妈带 或是给保姆带 本来就是有 这个所谓配方奶需求 那喝母奶跟配方奶 他能够提供的营养素 也不太一样嘛 所以最好状况是交替 所以中国的父母是还是很焦虑的 所以呢 你看哦 当官媒说 我要要求大家喝母乳 不要喝配方奶的时候 中国干嘛 持续去购买大量大量牛奶 你知道吗 全世界 百分之二十三人牛奶 都被中国买完了 所以中国人是毛起来 开始喝牛奶 可是你看哦 它有几个进口国 第一个是美国 第一个是澳洲 第三个是纽西兰 第四个是欧盟 第五个是俄罗斯 那大家都跟中国闹发 他只能跟谁买 跟俄罗斯买 可是俄罗斯也受不了哦 俄罗斯自己人也要喝牛奶 所以俄罗斯说 哎不是这样子吧 我要跟中国开始产生谈判 有些钱不是说我要赚就可以赚 我不能为了卖母奶给你卖到 搞到我自己的下一代要喝母乳嘛 所以整件事情 是非常荒唐的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总觉得自己可以 置身于世界之外 他认为自己是最大咖的 可是问题是其实在整个地球村 没有人可以置身于世界之外 你要跟大家都好互通有无 你才可以乱得动嘛 所以你看哦 台湾现在有在发什么 中国的牛奶财哦 你看既然有一个台湾网友 被爆料说他用外送平台 就是这个动物的那个外送平台 一口气叫了200罐的奶粉 然后花81个外送员才送完 那外送员就觉得莫名其妙 你有需要那么多奶粉吗 他说你错了 我这个如果卖到中国 一罐赚300块台币的吧 算太多了吧 200乘300是多少钱啊 赚6万块钱 所以呢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很荒唐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住香港就知道 因为非常非常广东深的人 去香港干嘛 买奶粉跟买尿铺 为什么 因为香港可以买到外国的奶粉 跟外国的尿铺 这件事情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重点来哦 好那你中国开始去到处去跟人家 抵制等等 对不对 第一个中国跟澳洲闹翻 我要抵制澳洲奶粉 可是澳洲牛奶澳洲大麦等等的 第一个哦 大家都在问一件事 到底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之后 我们国家经济会不会受影响 飞鸿供应链 到底能不能cover中国这部分 我跟大家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澳洲原本啊 有一个所谓牛奶工厂 要被中国收购 但后来因为闹翻了嘛 他就没有收购 可是哦 2021年这个牛奶工厂 回顾2020年到现在澳洲小麦整体出口量增加 他在哪里找到买家 沙奥地阿拉伯 然后呢 澳洲的棉花 中国也说不要 结果呢 回顾过去一年也增加 他在哪里找到收购 越南找到收购 澳洲的铁矿沙 中国说想要澳洲做 我不见得要卖给你 到处卖 中国澳洲铁矿沙也在增加 所以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不要以为中国市场大 世界市场更大 台湾也是啊 我们不是被中国禁凤梨吗 抱歉 我们现在卖日本是过去八倍 然后呢 澳洲我们刚刚谈红酒 现在卖欧盟是十年新高 立陶宛中国不是很生气吗 说哎 我要不跟你立陶宛晚来 抱歉 我们台湾 光是台湾的报恩 立陶宛就刷卡 刷卡 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怎么会有人在台湾人在立陶宛刷卡 可是我还看他刷卡 都是什么啤酒啊 巧克力等等 立陶宛特长 还有捐款 还有捐款嘛 结果呢 刷款11万笔 金额25亿台币 是什么概念 在全台湾去年刷卡 第七名 比中国高 比法国还高 所以呢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我只能讲一句话 中国的市场大 但是世界市场更大